各位好 我是刘庸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绘画的表装 最精彩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利轴 这个利轴 它影响到了韩国 也影响到了日本 我们可以说 利轴这种表装的方式 有很大的优点 也有很大的缺点 至于这个 它是属于省思 是我们需要反省的部分 我们留在后面谈 现在先从最基本的利轴的形式来谈起 这三个都是利轴 这个是沈舟的作品 这个是王福安的作品 这个是日本的幕下静衙的作品 它是纸本 它是纸的 它是纸的 它是卷的 也就是它是丝的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每一个利轴 它都有上头 这个叫做天杆 就是天杆 那个相对的 往下看 下面也叫地杆 也叫地轴 这个天杆地杆 其实蛮重要的 你去表画的话 你要要求 表画店的这个天杆地杆 它们用的材料要好 第一不要有白蚁 不要有虫 第二它像是天杆 它必须那个木头比较实在 如果它用比较松的木头的话 会有大的问题 因为这边钉钉子 钉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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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绳子 你去想 如果这边木头有点松 利轴又有一定的重量 是不是很容易 这边钉子就脱开了 那脱开了 这个东西就坠下去了 就很可能受到了损伤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地轴 地杆 地杆呢 有粗有细 这个 这边有轴头 这个轴头是象牙的 听讲就是象牙的轴头 那么这个轴是木头的 漆的 这个日本轴头 它也是象牙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轴头 这个轴整个它比较细 这个是中等 这个也大概中等 就比较粗 比较粗 它们粗细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个也会在我们省思的部分来谈 现在来谈它的形式 它有天感 有地感 有天头 这边呢 我们叫做天头 这边有地角 地角 那很可能有两个颜色 这个叫做上隔水 这个叫做下隔水 也就是说 当作这个是个水 或者这边是暗 那么中间是隔开的 上隔水 下隔水 左右有边 那么边跟画面连接的地方 叫做距 距离的距 好的表画师傅 这个距可以表得非常的好 细细的一条线 很直 距离一点都没有 所以不匀称的情况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距呢 因为其实这个距如果表不好 对于画面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好的画表的时候呢 这个边上也特别会另外另外做一个边 在这个边不容易看得出来 这个边也有讲究 好 现在我们退开来看这三张画 三张画都是很好的作品 而且都是像这一张是加士德拍卖的 那么这一张是地图拍卖的 这一张也是地图拍卖 都是拍卖公司 经过他们鉴定审核的 应该是状况很好 但实际上你看 这三个轴好吗 他们平吗 不见得平 我们看到 这是了不得的表画师傅表的 用的肘头 也是象牙的 可是如果你注意看这边缘 它是有弯弯的 它是有这样波浪的这样的状况 我们再从侧面这个角度来看这张画 这个地方是往前 往前鼓起来的 你看看你自己家里头挂的 立肘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瓦幻 也就像瓦一样 像是屋顶上的瓦 叫做瓦幻 这个瓦幻还不严重呢 如果瓦幻严重的话 那是弯的不得了 而且还是晴雨季 随着天气的情况 然后一下弯的很厉害 有的时候又变得比较平 所以有的人会拉绳子 拉个线在中间 那么很好的方法是拿亚克力 亚克力压在上面 压在上面之后 压克力打几个洞 然后把它钉在墙上 但是注意 台湾的气候比较湿 如果你在比较湿的环境 你把一张立肘的画 把它直接压在墙壁上 它容易受潮 它容易长霉 尽管这个立肘 这是明家表装 而且是明家提签 又是了不得的 王福安的字 可是看看 我们再特写这部分看看 天老爷都会长霉 都会长霉 包括这肘上也长霉 我们再看看这一张 这一张也不怎么平 可以看到上面 有一条一条一条 这些横的线 这下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 两个 没有直接连在上面的 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经验 我们再看右边这个 这个也是经验 但是这个经验 已经把它表在天头上去了 如果大家到故宫去看 故宫现在也都是这样子表 就不像是日本的表法 还维持这个经验 经验什么意思呢 经验的意思是 把燕子给吓跑 因为以前啊 那个燕子是猖狂的 搞不好现在还是会这样 如果在比较 比较燕子多的地方 那燕子会飞到屋子里面来 他飞到屋子里面来 他会在相框上面做窝 他也会在这个上面做窝 所以要避免他做窝 他飞过来 翅膀一扇 这个一动 那燕子就不在这做窝了 所以他叫经验 但是他后来也就形式化呢 就把它做成这样子 经验 我刚才讲到天头要注意那杆的这个材料要好 要紧密 要不然绳子容易脱开 我们再去想这个地轴 也叫地杆 它的粗细是凝粗物细 为什么 对 这个是等一下从省丝的位置 我们再来去反省 但是它的重量要够 如果你去想想这边 如果它的重量很不够 你很可能在礼品店去买到的 它里面是纸的 它是一个纸桶子 那它不够 那不够这个画 这么够重量的情况之下 这张画尚且要这样子扭来扭去 尚且不容易平 如果你的力量再不够 如果下面的力量再不够 那就会产生很大问题 它就更容易不平了 所以这个国画 它这个形式非常的典雅 但是它也不太容易处理 不太容易保管 它有很大的优点 什么优点 是我们很可能 如果说是西方某个国家 说是它要运一百张画 来这儿 要展览 你会发现那可了不得了 大的木箱子里面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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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贴金的雕花的框子 天老爷 这个抬起来都沉得不得了 可是我们展览 很可能博物馆馆长或者是里面的员工 拿一个箱子提着就去了 一百张 因为丽州卷起来 很方便 不占地方 这个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多大的好处 是啊 所以一直到现在 那个国画办展览的时候 常常会要求你一定要是丽州 为什么 恐怕是为了好看的这个目的是次要 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方便一点 但是丽州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现在接着来省思来反省来检讨